中文播客 我是杰妮 那今天谁和我一起呢 大家好 我是Aggie 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Aggie要非常感谢你 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对吧 有一点点感冒 所以鼻音比较重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Aggie身体虽然不舒服 还是非常负责 对吧 非常尽心尽力的来到 我希望这个录音的效果 和以前都一样 也希望大家喜欢 好的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呢 其实是 可能十几年以前 在中国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 也可以说是一种误解 没错 而且就是文化交流 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 经常会被大家提起的一个词语 叫做 重阳媚外 那重阳媚外是成语吗 Aggie 对 是一个成语 应该来说的话 从这个简单的四个字当中 能够就是表达很多的思想在里面 这个词里面的 它其实是比较贬义的 应该说是对当时一种现象的一种批判 我们可以分开这个词语来看一下 比方说 虫应该是一个还蛮好的词 对吧 那么羊呢 应该就是好像是大洋彼岸的那个意思 就是西方的 对 但是妹子就是应该属于比较不好的词 我们说献妹 就是说要表现的非常的热情 去拍别人马屁 讨好的意思 对 好像是一种盲目的去讨好别人 也不管人家东西是好是坏 所以就是一味的对国外盲目的这种崇拜 巴结或者是讨好 对 这个叫做崇洋媚外 没错 那现在这种现象当然也越来越少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的课文里面就会探讨到 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到过中国来 也会有所感受 就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么很多地方呢都有不同 在我们的课文当中 大家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别有一帆风情 所以aggy现在已经开始解释词语了 大家注意了没有 对 那别有一帆风情 这里我觉得风情可能稍微容易理解一点 或者是一种风景情调 情调 对一种风味一种地方的风情 对吧 一帆这个像个怎么说数量词 对 我刚刚也准备来解释这个词 那么一帆呢可以有一种的意思 那么别有一帆风情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别就是另外的和现在不一样的 对吧 那另外有一种特别的情调或者是风景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说别有一种风情 但是一帆风情是更加深层次的一种表达 对吧 可能比较文字化一点 对对对 表达的更好一点 对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要看的词呢 我想给大家提一个词呢 就是折服不已也是一个成语 那么折服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佩服 对 不已呢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停止的 就是对你非常的佩服 折服不已 好的好的 那解释了这么多的词 我看其实今天的文章 大家听了以后会有很多同感 所以可能也不太需要太多的问题 对 我就只想问两个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话里面呢 用了一种表达方式啊 就是对国外有些人以前有一个很夸张的误解 他觉得国外非常非常好 这个一句俗话俗语 对 这应该是以前那一段时间里 人们经常会说到的 我相信大家也会非常容易的找到他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语言方面的啊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话中是怎么来讨论 分析中央媚外这种现象的改变 对 他的以前的样子是什么 到现在人们对他的理解又是什么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入今天的对话 好的 你前段时间干嘛去了都见不到你的人影 嘿嘿 我去欧洲旅游了 真爽 不错嘛 国外好玩吗 还行 风景很不错 我特别喜欢欧洲古式建筑的风格 真是别有一番风情 可是到了国外后才发现 这里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遍地都是黄金 有些小镇的生活也很朴实 我一直觉得人们说国外遍地是黄金太夸张了 朴实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 只要过得舒服和安逸就行 没错 其实我们都误解了 以为国外都是发达的大都市 到处是摩天大楼 高速公路 繁华商场和林荫草坪 其实现在这些景物在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也随处可见 在欧洲更吸引我的反倒是山间那些宏伟辉煌的古堡 就是老实说 我很反感有些人出国回来 就说什么都是国外的好 连月亮都是国外的比较圆 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 呵呵 我可没这么崇洋媚外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 西方发达国家的确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这次我去欧洲 就对他们公共交通系统折服不已 线路复杂却有序 非常便利 这倒是 该学习的地方是要多学习 但如果谁要是说什么东西都是国外的好 我可是第一个就要反对 我也不主张什么都学习国外的那一套 毕竟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就算国外的东西再先进 也不能什么都从国外照搬 哈哈 我赞同 就拿吃的来说 老外们的食物虽然也很有特色 但我觉得还是国内的丰富 虽然我才去欧洲十几天 已经开始想念中国的各色菜肴和小吃 哈哈 在欧洲你可就是老外了 可能我们通常习惯把欧美人叫老外 到国外还是难以改口 其实亚洲其他国家老外的食物 我还是很习惯的 毕竟口味相近 也是 其实现在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紧密 很多以前在国外才买得到的东西 现在都被引入中国市场 想重洋媚外也难呀 不过出国旅游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民族风情 有机会你也去逛逛 Aggie 那这两个问题 我们赶快来解答好不好 我相信第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就是问到有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嘛 对吧 是对国外的一种误解 认为国外非常非常的好 对 那这种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国外啊 遍地都是黄金 黄金应该是就是价值非常高的东西 特别今年涨价涨了好多 对的 如果满地 遍地都是黄金的话 那只有梦里才会发生的情况吧 我觉得大概是因为之前人们有一种说法 到国外去工作或者是游玩啊 都是觉得是一种淘金 对对对 就觉得国外的黄金很多 我们要去淘回来 钱很容易赚钱 对吧 甚至有些人就觉得国外 基本上你不用做什么努力 就很容易赚到钱 欢迎回到另一期节目的 中国Pod Trivia 和您的问题是 什么试试 中国Pod 提供服务员的准备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试 D. The Cat Scan 呃... The Cat Scan? 哦 抱歉 这不错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 forward slash HSK 当然这种说法是很夸张的啦 对 而且呢也挺错误的 因为在哪个地方 不管工资薪水多么高 你还是要付出努力 才可以得到的 没错 而且有一种说法夸张到说 国外的月亮都比较圆 对 这是对话里用到的 还有一种 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就是来形容那种 盲目地认为国外什么都好 对 其实月亮都是同一个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 国外的月亮都比较圆啊 我们就说它你重阳媚外 对对对 好的 那这两个语言方面的问题 我们很好地解答了以后呢 就要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重阳媚外这种现象啊 其实它经过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像之前好多人可能觉得 国外遍地是黄金 对吧 月亮也比国内的圆 但是现在呢就像对话里说的 因为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 没错 而且确实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之间 都会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东西 有不同的特色 就是说没有那种 好像可以很简单的比较出来 哪里比较好 哪里比较好 哪个城市比较不好 而且现在就是说 真的是就是世界大通 对吧 很多东西 这个讲得好 就是很多中国的有特色的东西 在国外也能够看到 那么国外有特色的东西呢 在中国也能够买到或是见到 所以呢 据说大家越来越能够接受 这种文化不同的差异 也不会觉得什么都是外面的东西 才比较好 当然很重要一个原因是 中国现在发展得也很快 对吧 不管是从经济水平来讲 还是各种怎么说 我们能享受到的服务 也是越来越进步了 那么好多对国外以前盲目的崇拜 就会减少了 不过我觉得对话当中呢 有一点说的很好 如果真的是其他的东西会比较好 我们会努力的去学习它 感尽它 不仅是中国人会这样想 我相信其他国家朋友 就是在看到他们的外国 好的东西也是不断的学习的 对吗 对 但是呢 学习归学习 千万不能照搬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心词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 对的 那么照搬就好比 我不管这个东西适合不适合我 我都照样的 什么都不改变的 这个移植过来 对吧 搬过来 那这种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不适应 不适合 对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到 有学习和借鉴 而不是照搬 对吗 所以文中有一个词叫借鉴 那借鉴就是说 去借助别人的经验 然后拿过来自己作为参考 对对对 这个叫借鉴 好的 那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词语解释的特别好 都把它放在画里面 可能这个是大家很容易学习的一种方法 我们希望大家在通过我们的聊天当中呢 就能够理解和学习到一些词语 那么看看接下来这两个词能不能放在一句话里面 Aggie你觉得这个你刚从澳大利亚回来吗 澳大利亚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概括一下 我觉得呀 澳大利亚是一个适合生活的一个地方 那么在那里的生活是很安逸的 而且呢 我觉得好多澳大利亚人也特别朴实 没错 其实我们两个呢 就是在重复对话当中所出现的 我们很想介绍给大家的 来形容一种生活状态的词语 第一个就是刚刚你说的安逸 没错 安逸其实就是说 很怎么说 舒服 然后不需要担心 对 安宁 很舒适 朴实呢 其实讲的更多是一种 跟金钱稍微有一点关系 对 很质朴的一种生活 不需要太多的钱 对吧 就能够过得很满足 也不需要太夸张的生活方式 就是很朴素 很实在 没错 好 那听完了这么多词 我想我们再去回去听一遍对话 可能帮助会更大 好吗 好的 你前段时间干嘛去了 都见不到你的人影 嘿嘿 我去欧洲旅游了 真爽 不错嘛 国外好玩吗 还行 风景很不错 我特别喜欢欧洲古式建筑的风格 真是别有一番风情 可是到了国外后才发现 这里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遍地都是黄金 有些小镇的生活也很朴实 我一直觉得 人们说国外遍地是黄金 太夸张了 朴实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 只要过得舒服和安逸就行 没错 其实我们都误解了 以为国外都是发达的大都市 到处是摩天大楼 高速公路 繁华商场和林荫草坪 其实 现在这些景物在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也随处可见 在欧洲更吸引我的 反倒是山间那些宏伟辉煌的古堡 就是老实说我很反感有些人出国回来 就说什么都是国外的好 连月亮都是国外的比较圆 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 呵呵 我可没这么崇洋媚外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 西方发达国家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这次我去欧洲 就对他们公共交通系统折服不已 线路复杂却有序 非常便利 这倒是 该学习的地方是要多学习 但如果谁要是说什么东西都是国外的好 我可是第一个就要反对 我也不主张什么都学习国外的那一套 毕竟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就算国外的东西再先进 也不能什么都从国外照搬 哈哈我赞同 就拿吃的来说 老外们的食物虽然也很有特色 但我觉得还是国内的丰富 虽然我才去欧洲十几天 已经开始想念中国的各色菜肴和小吃 哈哈在欧洲你可就是老外了 可能我们通常习惯把欧美人叫老外 到国外还是难以改口 其实亚洲其他国家老外的食物 我还是很习惯的 毕竟口味相近 也是 其实现在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紧密 很多以前在国外才买得到的东西 现在都被引入中国市场 想重洋媚外也难呀 不过出国旅游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民族风情 有机会你也去逛逛 好 Aggie 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尝试不错 看看大家的听众的反应怎么样吧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新的介绍词语的方式 更加生动一点的 请上网到ZH.ChinesePod.com上面告诉我们 没错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更多的灵感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话题 想知道的想了解的 请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会尽力的帮助大家 没错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好的 希望下一次再能跟大家一起 讨论我们所感兴趣的话题 拜拜 拜拜 请问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297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297